总裁错上车 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240集 那些往事 你是谁 多少钱 林小辰编辑了一条短信发了过去 顾潇潇说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我问的事情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 你只要告诉我一些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了 五千 林小辰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他也不知道有关于李欣太多的事情 他知道的那些事情 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虽然之前 他老板交代 李欣绑架夏末的那件事不可以外传 但是现在他都被开除了 他为什么要替他保守秘密 现在有人要出钱了解这些 不过是几句话的事 地点是林小辰定的 在他朋友开的一个清巴里面 一个是里面他都熟悉 也不怕对方耍赖 顾潇潇也是很细心 去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他也把助理给叫了过去 助理跟了顾潇潇很多年 小姐 你突然过来这里做什么 不该问的不要问 你在门口等我 我要是半个小时没有出来 也没有给你发短信 你就进来找我 顾潇潇潇待完就直接进了清巴 顾潇潇潇按照林小辰给的包箱 直接进去了 顾潇潇带着帽子跟墨镜 林小辰看是个漂亮的女生 心里也放松了警惕 顾潇潇潇进来后 笑容温和地问 你就是林小辰吗 林小辰回答 是 我是林小辰 你想知道些什么 见到林小辰这么直接 顾潇潇很满意 我想知道理性绑架的人是谁 你问这个 为什么 林小辰诧异地问 顾潇潇没有直接回答 林小辰的问题 而是有点自问自答地问 是夏末 对吗 林小辰更加迷茫地皱了一下眉头 打亮了一下面前的女人 她虽然戴着帽子 戴着墨镜 可是从露出的轮廓 也可以看出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她身上穿的都是华贵的衣服 几乎都是奢侈品 一看就是非富即贵的人 林小辰想不出 这样的女人来打探一个 穷打工的学生是为什么 而且她还认得夏末 那个勾搭上万豪国际总裁的女人 以李新的性格 如果她认识这么有钱的朋友 她早就拿出来炫耀了 所以面前的女人认识夏末 难道跟夏末是情敌 说到底她被辞退 夏末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 你认识夏末 林小辰问 问完之后 黑毛就一直盯着面前的女人看 顾潇潇潇 顾潇潇 刚刚一直是气定神闲的状态 提到夏末的时候 神色突然冷了下来 胸口有一种难以掩盖的愤怒 当然认得 清巴的包厢里虽然有些昏暗 但是一直认真盯着顾潇潇观察的林小辰 还是一下子就看出了顾潇潇的情绪 她咬牙切齿的模样 就好像夏末化成灰她都认得 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林小辰明白顾潇潇是想针对夏末 反正不管是针对夏末还是针对李欣 哪都不关她的事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 至于钱 林小辰挑眉看向顾潇潇 钱而已 那一点钱顾潇潇根本一点都不放在眼里 她的手伸进包里 林小辰随着她伸手的动作 眼神里的颜色是雀跃的 顾潇潇直接抓了一把 没有数 直接丢在桌子上 那李欣绑架的就是夏末 因为之前李欣在夏末买的咖啡里放了很多盐 惹怒了木少 木少让老板直接开除了李欣 李欣应该是怀恨在心 所以就绑架了夏末 林小辰说 顾潇潇虽然心里这么小 但是却没有肯定 你有证据吗 顾潇潇问 林小辰又说 是我们老板亲口跟我说的 就是因为李欣绑架了夏末 木少把责任怪罪在老板的头上 所以我们老板才开除了我 所以你还是没有证据证明 你说的是真的 顾潇潇鄙鄙的看了一眼 伸手就要把桌上的钱给收回来 林小辰看着桌上马上就到手的钱 要被收了回去 立刻伸手握住顾潇潇的手 林小辰说 别啊 要有证据不是很简单 之前警察有到咖啡馆查过资料 以你的身份去查 应该不难的 再不行 我知道李欣以前读的学校 我可以带你去他们学校去问问看 不就知道了 林小辰几乎是掐着笑 顾潇潇宁乐宁眉 对面前这个男人 为了几千块钱狗腿的样子 可是顾潇潇却很喜欢这种感觉 看到别人在他面前摇头白尾的那种满足感 他本来就不在意那一点点钱 只是想让他给出理性的联系方式 或者替他查出事情的前因后果 正好有些事情他不方便出面 找个走狗也挺好的 学校我就不去了 你替我去查吧 这钱就当是你的辛苦费了 顾潇潇说着就把手收了回来 才发现自己的手被面前的男人握着 挤开 顾潇潇不悦地吼道 林小辰这次发现 自己手正握着面前女人的手 她的手细腻柔软 握着很舒服 一股电流随着柔软细腻的触感 直抵林小辰的心 听到顾潇潇的话 他慌乱地连忙抬起手 林小辰的脸瞬间红了下来 对不起 我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顾潇潇嫌弃地抽了几张湿纸巾 在手上擦了擦 查到了 给我电话 到时候我另外有少 好好 林小辰立刻回答道 顾潇潇起身 身材纤细修长 凹脱有致 大波浪散落在肩膀上 很是性感 标准的瓜子脸 戴着墨镜跟帽子 更是展现出了她独特的美 林小辰忍不住又问 怎么称呼你 小姐 叫我顾小姐就可以了 明天去查好 就立刻把查到的发给我 顾潇潇留下了一句话 然后整理了一下 散落在肩上的发丝 林小辰自从刚刚发现了 自己的手放在她手上的时候 眸光就一直锁在顾潇潇的身上 不曾离开 她点头哈腰地说 请您放心 顾小姐 我会尽快答复你的 这样的眸光 顾潇潇早就看习惯了 她点了一下头 然后就转身离开 她知道 她肯定会按自己的吩咐去做 林小辰看着顾潇潇从包厢出去 才回过神来 她总觉得 面前这个女人有些熟悉 可是又想不出哪里见过 她拿着手机跑了出去 顾潇潇已经走远 而且青巴里的光线比较暗 等林小辰追出去的时候 顾潇潇已经走到了大门口 她拿起手上的手机 朝顾潇潇的背影拍了张照片 沐家庄园二楼 夏末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房间里有着夜灯微热的光 她的房间窗帘紧闭 透不出一丝光 分不清楚是白天还是黑夜 她舒服地翻了个身 想要继续睡觉 脑海里猛然回想起一个画面 她猛地睁开眼睛 下一秒 夏末呼地坐了起来 然后转头 往床的旁边看过去 转得太着急 一阵顿痛传来 夏末痴的一声 没顾得上疼痛 她先往床的另一边看了过去 床的另一边空荡荡的 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 夏末那一颗砰砰跳的心 才安静了下来 这才伸出鲜鲜玉手 揉了一下脖颈 刚刚她转头转得太急 然后脖子扭了 她揉了揉脖颈 又闭了闭眼睛 原来刚刚的画面 是昨天晚上自己做的一个梦 夏末闭眼明思了好几分钟 梦里的她亲吻了自己 动作温柔而绵长 她的脖唇冰凉柔软 夹杂在她身上好闻的精烈气息 还有淡淡的烟草味道 很好闻 夏末想着 不自觉地伸出鲜长的手指 放在了自己的嘴唇上 哎 自己这是在干啥呀 忽然发觉自己的异常举动 轻力的小脸呼的一下红了起来 然后就发起烫 夏末 你最近是初春了吗 为什么老是能想起跟她的那个画面 夏末捂着自己羞红的脸 喃喃自语 还好 房间里没有其他的人 要不然真是丢脸死了 夏末拉着被子蒙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然后又躺了下去 一定是想着自己最近要离开了 所以才会这么疯狂 不就是离开庄园 又不是不见面了 怎么会这么地不舍 夏末在被子里扎巴了眼睛 然后狠狠地闭起眼睛说 睡觉睡觉 不要胡思乱想了 只是越是不想胡思乱想的夏末 好像越容易胡思乱想 昨晚她还没来得及清理的画面 一件一件地在自己的面前清晰了起来 昨天她突然听到门口有声响 以为是穆罕宇在门口 然后她就走了出去 然后趴在她门口的时候 却被穆罕宇给发现了 她还帮自己穿了拖鞋 她可是高高在上的牧师集团总裁 竟然帮自己穿拖鞋 太过于震惊了她 被震得不知如何反应 可是现在的她回想起来 心里却是满满的暖意 她帮她穿拖鞋的动作 好轻柔 好体贴 她最近真的跟她以前 给人感觉太不一样了 让夏末有种错觉 她不是她的错觉 还有后来让她去干在家的洗澡 即便是现在自己在房间里 想起昨天的那个时刻 还是尴尬到不能自已 自己还看起来她的裸体 虽然她的裸体真的非常的完美 胸膛健壮有力 薄美有力的腹肌 身上的肌肉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也非常的完美 双腿比一般男人要长许多 线条笔直 蕴含着强力的力量感 夏末的脸简直要烧了起来 她又一次从被子里钻了出来 她发现 刺激的她真的好容易焦羞 夏末的小脑袋伸出被子 深吸了好几口气 可是还是无法缓解 她起伏砰砰跳的心 或许是因为见过她的裸体 她昨天晚上还梦见了她 还梦见了她在吻自己 等等 她好像遗漏了什么 昨天她还去她的房间 帮她打扫玻璃杯的碎片 可是明明要帮她打扫碎片的自己 却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现在回想起来好窘呀 是她抱着自己回到房间的吗 真的如她说的那样 只要自己不愿意 以后她就不会再强迫她了吗 夏末眨着眼睛 她努力地想要回忆后来的画面 可是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那会儿的她 也是这样一直在脑海里 回想着她完美的身材 羞愧到不能自已 她怕她看出些端腻 太过于尴尬 就把头埋在双腿里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太晚了 一晚上又折腾了那么多事 她早就累得筋疲力尽了 睡着之后 她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真是尴尬了 夏末在床上翻了好几下 现在的她已经困意全无 她看了一眼窗户 窗户被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的 夏末平常窗帘都不会拉得这么严实 她习惯性地留一条缝 这样早上一醒来就可以看到窗口的阳光 这明显是有人希望她多睡一会儿 才会特意把窗帘拉得严实一点 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 夏末摸出手机打开屏幕 看到手机上的时间 夏末的第一反应是 手机时间错了吧 怎么可能现在八点多了 但是很快就反应过来 她起身去拉开窗帘 外面的天已经亮了 今天是阴沉沉的天 看来真的已经八点多了 夏末快速地进入了洗手间 刷起了牙 然后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镜子里那一张清丽的小脸 还泛着红粉 刷完牙的夏末 立刻洗了个冷水脸 洗了好一会儿 才把自己心里的悸动 给压制下去 夏末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 这才换了身衣服 她今天穿了一袭 白色的拼接拨点长裙 高腰的设计 把她的身材 凸显得更加的纤细 因为要练舞的原因 夏末今天挑了一双高跟鞋 她以前真的很少穿高跟鞋 不过过几天 就要国庆表演了 到时候肯定要穿高跟鞋表演 会更好看一些 所以她这几天 都打算穿高跟鞋 就当做是练习了 长裙的下摆 拼接着薄纱 看上去十分地有个性 又十分地飘逸 夏末小心翼翼地开了门 砍出个小脑袋 她东张西望了一下 确定四周没有人 这才走了出来 她本能能朝穆罕雨的房间门口看过去 穆罕雨的房间是开着的 她已经起床了 平常这个点 应该已经送小糯米去上学了 夏末走去小糯米的房间看了一眼 嗯 果然小糯米已经起床了 今天这么晚了 穆罕雨应该已经把小糯米送去幼儿园了吧 夏末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这是很假的 对 有设计